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韩国女演员 Pak Xene与Chu Tejun的怀孕结婚消息 今天Pak Xene的所属公司对外声明 演员Pak Xene与Chu Tejun 从2017年开始交往的两个人 将于2022年1月22号在首尔结婚 他们约定后互相成为对方这一辈子的伴侣后 在准备结婚的过程中迎来了珍贵的生命 因为现在还是需要安定的怀孕出期 具体情况难以构知的部分,请见谅 然后Pak Xene与Chu Tejun也各自在广咖 向粉丝们留言告知了结婚的事情 啊,原来还有在交往,恭喜恭喜 哇,恭喜好相配 姐姐一定要幸福哦 因为看到他们两个人从很小开始就演戏 所以说怀孕什么的感觉有点不适应 恭喜你们希望能幸福 祝你们白头泄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谈恋爱7年的Mustax Minio 11月23号,Mustax出演了 Kim Myeongchel主持的广播节目 当天成员们说出了很多出道7年来的各种心得 然后再主持人说 IDOL出道7年次的话 什么样的问题都应该能回答吧 后问了 我收到消息说 敏娘正在谈恋爱 敏娘马上回答 是真的 被敏娘的回答吓到的Kim Myeongchel 瞬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敏娘接着回答 与萌伯伯恋爱7年了 我以为是真的马上点击来了 吓我一跳 因为说的太自然 听广播的时候真的有吓一跳 所以我这7年来一直都有在谈恋爱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我也是与淀粉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让韩国网友们集体困惑的数学题 口肉家主人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一位客人在口肉家吃了700块钱的口肉后 拿出了1000块的钞票付款 因为主人没有零钱可找 所以就到隔壁家换了10张100块钱后 找了客人300块 第二天隔壁家发现 那张1000块是假钞 就要求退款 所以主人又拿出1000块给他了 那么烤肉家主人到底损失了多少钱呢 在这个天文底下的 603个留言 大部分的答案都集中在124号 所以大家觉得烤肉家主人到底损失了多少钱呢 下降 我怎么回的 第二天一 更早上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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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超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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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